江亿高中在今年设计18周年学庆 学校13号特别要求同一家的学友 先把市场学友业 还有在明天的电视制造人王伟中 但还没有学习 那一段我们在家庭的生活 作为主题、作严格、对担 由主持人收集到学生和老师的问题 以开工的方式来讲运在江亿高中的学校 当时也来学校的建议 学生都很拥有与这两个人来协讯 江亿高中一百周年 浩庆和热华东 要查到新北市市场合友谊 还有在明天的电视制造人 王伟中回来没有学校的 和外分享经验 这一天做透过主持人的提问 来会议两个人的高中生活 还有学习的过程 两个人的合同真主任 公园也真笑话 这次活动主要是我们是旭林传承 百年家中邀请我们杰出校友 反校来座谈 那主要是要带给孩子们 不一样多元的一个学习的方向 那藉由杰出校友在各行各业的成就 那他们将他在高中时期的生活 还有未来的生涯规划 和学弟妹们来分享 那我们借此让 家中训林传承的精神 延续下去 让孩子们能够学习 这个学长们的精神 去思考未来他的人生规划 还有他的目标在哪里 那尤其是针对现在不同的考试 不同的压力之下 他们应该如何来规划 他的生涯 我相信是很重要的 所以也藉由百周年校庆 我们创立了这个活动 那也经历了上个学期 已经有一轮的学长回来 那这个学期今天是第一批次的 第一个演讲 我们邀请到侯友宜 侯市长还有王伟中 王学长 一起来跟孩子们分享 校友宜和王伟中 都是民国64年毕业的校友 校友宜在高中设计划 王伟中设计划计划 两个人没同班 所以不是很熟悉 一直到两个人都到台北 发展的时候 这渐渐有9倍 这次回到比较 将近50档的幕后 嘉宜高中 作为来参观校友 虽然很多早期的建筑们 都已经听到 但是说到高中的生活 游玩非常怀念 细心新闻 丢定顺乡乡三 刚一起 彩虹不得 再讲吃喝玩乐 探索世界 您准备好了吗 旺TV YouTube频道 带您网路漫游 深入嘉义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时的新闻 最感动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动手指 全部完整呈现 现在订阅 还有机会参加 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 马上拿起手机 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